如今篮网已经是遭遇了11连败 球队马上就要跌出东部前八 目前他们交易过来的西蒙斯和德拉蒙德 还有塞斯库里还没有上场 一旦球队等到他们回归同时杜兰特付出的话 那么篮网进入季后赛问题不大 不过欧文现在的个人问题却非常严重 他今天再次强调了自己不会打疫苗的言论 而西蒙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被问到了关于欧文的问题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记者询问西蒙斯如何看待欧文不接种疫苗 而缺席主场比赛的问题 西蒙斯说到没有看法 这是他的私人事情 我不会多说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位比我更有信仰的球员 随后记者询问篮网变成现在的样子 是否和欧文有关系 西蒙斯表示我不认为和他有关系 如今球队一直在连败 而欧文已经尽力了 等到我上场的时候就会帮助球队赢球 我会和欧文一起帮助篮网夺冠 如果要说强硬的话 我反倒是认为西蒙斯是比欧文更硬的球员 球队一直都在对他进行罚款 但是他依然不去打比赛 至今硬损失了一千多万美元 但是他看起来毫不在乎 欧文则是不用打比赛 依然可以领取客场比赛的工资 不过两人共同之处就是都比较刚 两个人也都是把个人想法凌驾于球队之上的人 而记者询问西蒙斯篮网是否已经成为了联盟公敌的时候 西蒙斯表示 上个赛季就有很多人说篮网破坏了篮球平衡 现在我来了之后 他们依然会这么说 但是我和欧文遭到了太多的批评 而我们的名声在每天面前都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可以让篮网的名气更大 希望两人在本赛季可以好好合作 篮网能否夺冠就取决于他俩能否安安心心地打球了 谢谢大家